大家好,我是陳發齊師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2022年任人年苦年屬豬的朋友的生肖運程 如果你是2019年出生 2007年出生 1995年出生 1983年出生 1971年出生 1959年出生 1947年出生 1935年出生 以及1923年出生的朋友 你是屬豬的 吉星 今年有天德、福德、六合 空星有卷舌和劫舌 今年屬豬的朋友 非常多吉星 有天德、福德、六合入命 整體而論 行運的生肖 今年屬豬的朋友 財星高照 財運亨通 正財收入是可觀的 可以做多元化的投資 也可以找到 偏財運也不差 但我要說明 偏財運 不是叫大家賭錢 偏財運是說一些 不穩定的進財 甚麼是不穩定的進財 例如你做生意 今個月可以賺100萬 但你預計不到幾個月後 可以賺多少 因為每個月的客戶和生意 很難確定 最多是預算到下個月的情況 這些我們就叫偏財 你預計不到的不穩定進財 正財就是指一些穩定收入 例如你打政府工 其實你都不難預計 你會賺多少錢 哪怕你跳項目好 其實你都可以預計到 除非可以突然其來升職 但其實升職你自己也有個預算 所以我們這些是為之正財 那你賭錢賭運 就不屬於正財 也不屬於偏財 那些是叫幻財 至於你問賭運 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 一直都不贊成人 有些僥倖的心態 所以就不評論了 綜觀經驗 賭錢能夠致富 又能夠將家業守下去的人 真是百宗無一 但如果因為好賭 導致妻離子散 家庭破裂 比比街市 再加上劫殺入命 的確會有些是非破財的事 大家自己考量一下 有捲舌空聲飛臨 不要因為工作上成功 就得罪別人 要謹慎自己的言行 不要厚舌交由 另外也要奉公守法 以免被人乘機造謠身事 令自己舉搏為奸 幸好今年多福星高照 所以今年的工作運 雖然有困了 仍然能夠仿化吉 不用擔心 到比分環節 今年健康運 我給95分 感情運85分 事業讀書運有95分 財運有90分 的確是不差的 剛才說了 今年小人是非多 如果有需要 找師傅請調 可以把小人是非 把小人是非 減至最少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